若石幼稚圆小朋友带来活力精彩的演出 画面现场是基隆市卫生局举办的卫生保健志工表扬活动 全市的卫生保健志工共有一千多人 协助卫生局在各角落服务民众 今年共颁发166个志工奖项 市长谢国良与议长佟子伟都亲自到场颁奖表扬 由衷感谢志工们无私的奉献 首先我真的看到各位姐妹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你们过去来的辛劳 真的是让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的业务 尤其在疫情期间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还是要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各位姐妹们谢谢你们 辛苦了谢谢 那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打疫苗 然后在疫情期间调派人力服务民众 这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些志工伙伴对这个整个我们基隆市的民众的付出 所以今天来特别表示一个最诚挚的感谢 那也了解到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小爱爸爸很谢谢大家 也很谢谢他们平日的辛劳 那有大家的帮忙 不管我们在疫情多困难多艰困的时候 都是在场的各位 在现场包括排队啊 帮忙给水啊 提供各种服务 让我们的市民感受到我们卫生局的用心 而且也帮我们卫生局让我们基隆市政府省下一千四百多万的这个经费 非常感谢大家 我用一鞠躬来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也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科长 我们卫生局的同仁在这个疫情过程中的努力 跟辛劳 让我们可以继续来一起加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和谢市长 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会有共同的平台 为了让我们市政可以更好 我们希望以沟通代替对抗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加油 感谢大家 今年卫生保健志工服务时数 共达到八万八千六百五十一个小时 以基本工资换算 相当节省公帕一千多万元 74岁的保健志工林玉妹女士 担任志工超过十四年 这次荣获全国志愿服务金牌奖 服务时数累积八千多个小时 帮助别人 有啊 就是我想我昨天讲的 就是一个有一个病人 就快九十十九 快一百岁了来 我真的感觉到现在 以后床造真的是很重要 我想感觉有人带的话各方便 没有的话你看 他一个人来摸不到仇系 都我们一直带他 带到他知道这样子 当志工的话 感觉到会更年轻 有时候感觉到说出来的话 我发现我们朋友他们 他们在家里的话 真的没当志工 感觉到就老化比较快 我们这个感觉到当出来比较快乐 他们就好像我们卫生局所 推动业务的双手 协助的双手 对真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透过这个活动 只是表达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 有一点小小的心意 一个表扬 另外还有摸彩 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无私 而且大爱的一个表现 表示一个非常崇高的敬意 好 仁爱区王敏龄441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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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跟7201号 121号 中正区刘宇燕 121号 透过表扬活动 卫生局除了深深感谢 保健志工为基隆的付出之外 也鼓励更多市民朋友 一起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将基隆打造成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